大家好,我是鬼叔,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,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,不害怕的扣一下眼珠子,怪谈协会,收录粉丝投稿的恐怖恋意故事,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,切记,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。 酒店 关注鬼叔很久了,以前看鬼叔的一期视频,说的是住酒店的时候,千万不要住在楼道的尽头,而我的故事就和酒店有关。 就在今年过年的大年初四,我和女友还有两个朋友一起出去玩。 当天的晚上,我们吃过饭后十点多吧,我们喝了一点酒,都很兴奋,所以就说找个酒店,晚上一起打一会儿拍。 在我同行的一个朋友比较熟悉的那里,就给我们找了一家他经常住的酒店。 到酒店,一切都很正常,我付的房费,因为是过年嘛,出来玩的人比较多,我们的楼层分配的不一样。 我跟女友在七楼,我朋友他们在八楼,然后我们上到楼上,我一看,房间是楼道的尽头,我就有点不好的预感。 想起以前看到鬼叔的视频,我们到房间的时候还正常,就开始一起打牌了,打了两把,我们四个人就突然的很困,就想休息睡觉了。 我的那两个朋友就去上楼睡觉了,我跟女友也开始睡觉。 大概是晚上十二点多吧,我突然开始做梦,梦到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,我安排你吃饭呀,我一会儿让人给你送一个白衬衣,你记得穿上。 我一下子就惊醒了,房间里黑洞洞的,没有开灯,我就抱着女友准备再次入睡。 但是,我一扭头,看见女友穿着白色的衬衣,躺在我的身边,我就把她给叫醒了,问她,她为什么穿着白色的衬衣睡觉。 我女友醒来后告诉我,她什么都没有穿,问我是不是做噩梦了,以为是自己太累了,看错,就又睡着了。 但是,又开始做刚刚的那个梦,还是那个人,大概二十多岁,长得很清秀的一个男的。 她开始说,我安排你住所,你一会儿下楼吃饭,房费我已经帮你付了。 我再次醒醒,女友可能是觉得我又做噩梦了,如果跟我换下位置,我们俩调换位置后,我没有再做那个梦了。 但是,我女友开始做那个梦了,她梦得的是,一个男的,趴在她的床边,一直看着她,然后她睁眼后,看到有一个人影,从她身边起身往外走,因为太晚了。 她说,她看到这是一个明显的黑影,惊吓之余,女友把我给叫醒了,我俩一夜无眠,一直到天亮了,我俩才开始睡觉。 我们一下子睡到了当天下午的两点钟,才起来,那天,我跟女友一直都浑浑噩噩的,反应很直断,而且我开车从不犯困,那天就一直很困,不知道为什么。 当天晚上七点,我们从那个城市走了以后,我就突然觉得,整个人浑身轻松了。 自此,我对酒店楼到最后一间房,说不出的抗拒。 怪影 上学那会儿,我迷恋上了恐怖故事,我几乎晚自习开始,看到晚上凌晨一两点,才去睡觉。 那时的晚自习是七点半开始,九点结束。 我七点半开始,看到凌晨,真的非常沉迷,可是有天晚上,我睡得已长得早。 我们宿舍是八人间,就是四张上下铺的床,左边两张,右边两张,我的床是靠门的位置。 那天晚上,我是十点就入睡了。 我睡着之后,突然看到一个白色模糊的影子,等着脸,没有下半身,朝我飞速地冲了过来。 我直接啊的一声,当时就吓醒了。 我坐起来之后,看了一下四周,睡已全无。 我也不敢闭眼了,也不好意思叫醒舍友他们,看了一眼表,是一点半的时候,我就躺在床上,开始后怕,全身冷寒。 然后过了一会儿,我感觉到浑身的疼痛,就像是在挨打一样,感觉特别特别地真实。 可我当时,明明非常的清醒,根本没有睡着,就这样,这种痛感持续了大概十几分钟,终于停了下来,我还是不敢睡觉。 然后,坚持到了两点半,撑不住了,睡了过去。 第二天,醒来后,我和室友讲了这件怪事,他们就和我讲,我们这个宿舍楼,曾经发生过血案,但具体的伤亡情况,却被隐瞒了,无从得知。 宿舍 暑假那会儿,我要回学校,当时呢,因为自己本身有比赛要参加,我要亲急地训练,因为是暑假嘛,所以学校是没有人的,但和我一起回学校的有两个人,另一个是个女生,和老师睡在办公室,我呢,只能睡在宿舍,宿舍里就我一个人,确切地来说,整个宿舍楼,就我一个人。 当然,门位也有个人,但是,我的宿舍是走廊最里面的那一间,特别地远。 刚开始的几天,我几乎都是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,然后,有一天早上,被鬼压床了,全身没有知觉,但是有意识,更诡异的是后来。 有天晚上,我在和我的对象打电话聊天,大概是晚上的十一点半吧,聊到正开心的时候,突然隐隐约约地听见,有人在打呼噜,一开始没在意,还在接着聊天,但呼噜声越来越大,我就听见,这个声音在我的鞋上方。 我就开始有点害怕了,电话挂了之后,我去门位的门口坐了一会儿,直到三点,我才回到了自己的宿舍间,还是有呼噜声。 我强忍着,进去睡觉,再醒来,就已经是早上了,真的非常地害怕。 在我们宿舍门的旁边,也就是我床前面的地方,是有一个门的,奇怪的是,这个门被封了起来,我们也没尝试打开过,听他们说是通往女生宿舍的。 除此之外,我们宿舍外通往四楼的楼梯,也被封住了。 听学姐说,因为前几年,学校发生了歌喉案,就被封上了,直到现在,四楼依旧是没办法上去的。 好了,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内容,别忘了点赞关注,下期不见,不散。